大波波一斤 我已经是脑子坏掉了 已经发霉发的还蛮严重的 杨阳 大家好 我是每天和狗狗一切块鸡的团小团 稍稍痛 狗狗在这里 天天有个特点就是它 不管到哪里 它那个头都要有个地方割一下 所以我这个大鸡腿就主要给它割着了 是吧 天天 好 那我今天就插一个这个 你跑哪去了 你跑哪去了 走后面去 今天插这个 这个上面写的是大波波一斤 好重啊 插开一下看 这个 这个就是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 我一定是脑子坏掉了 对 就是这么大的馒头 这是山东老公 山东 山东手工老面馒头 又叫原脉大波波 波波 然后它做的保质期呢 有三十天 但一定要在-18度保存 我就没有保存 所以发霉了 大家看接下来的 这个霉了 这么大的馒头吃不了了 那我们就把它选个最美的打开来吧 它这已经就是 就是有气了里边 这个还是包装还是可以的 但我不知道这个换没换 反正也过期那种 反正就是没在它适合的温度下保存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买这么大的馒头 可能就是因为它很大 我就没有控制住自己就买了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期也不能吃 已经发霉 发得还蛮严重的 就是一股霉菌味 有个宝宝吃过这个大馒头 是什么味道 然后怎么吃 一定要在评论下方告诉我 我假装吃过吧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